道指大幅低開 成份股幾乎全數下跌 波音飛機第三季由營轉規 雖然虧虧少於預期 但收入比預期多 但股價也要跟著大市一起跌 波音最新跌3.4% 做149.82美元 另外,全球確診人數創新高 擔心歐洲和美國都會實施進一步封鎖措施 航空和郵輪股都有固壓 先看看航空股 聯合航空方面下跌5.3% 做32.38美元 達美航空下跌6% 做28.91美元 美國航空下跌4.8% 做10.69美元 看看郵輪股方面 皇家加勒比郵輪下跌5.3% 做54.29美元 挪威郵輪下跌 下跌7.5% 做15.28美元 最後,加年華郵輪下跌7.3% 做12.75美元 微軟上季的業績比預期好 不過今季的業績指引就比預期差 微軟最新下跌3.7% 做205.36美元 看看其他科技股表現 蘋果公司下跌3.5% 做112.47美元 英特爾下跌2.5% 做44.49美元 IBM下跌2.7% 做107.54美元 另外,Alphabet Facebook和Twitter的負責人 今天會去到國會出席聽證會 Google下跌4.8% 做1521.300美元 Facebook下跌4.3% 做271.14美元 Twitter下跌 下跌4.1% 做49.15美元 油價下跌 石油股都有沽壓 雪佛龍下跌4.4% 做66.72美元 最後,歐克森美股下跌3.4% 做31.69美元 資金都是避險 美元上升 歐元兌美元 最新做1.173美元 美元兌日元 做104.31美元 看看商品方面 有的,都是下跌的 最新跌5.5% 做37.4美元 最後,看現貨金 做1876美元水平 做1876美元水平